走进烘焙室带起鸭舌帽 系上标签的厨师围裙 年轻蛋糕师傅郑立佳 准备就许幸福生活观望 开工楼 先替松软的海绵蛋糕完整切片 加入五彩缤纷的综合水果 和Q弹的布丁线 固好了内在 再抹上雪白鲜奶油 红红的草莓点缀其中 不只会做水果蛋糕 客人要求的彩绘蛋糕 也难不倒一家 徒手割了草图 海绵宝宝和派大星 耀然于蛋糕上 听不见的一家 却能听见顾客 对蛋糕的完美想象 红焙室的绿灯亮 低频的声音嗡嗡响起 这样的声音 对一般人来说有点刺耳 但却能提醒听不见的一家 饼干烤好了 这个烤箱的那个铃声 包括这个灯 这个警示灯 都是正把设计的 因为他们听不见 六年前 真爸爸和真妈妈 想尽办法为一家铺路 于是开了一间小小的烘焙房 儿子负责开发 妈妈找通路 爸爸管身产线 三个人都是主角 真爸爸都说 趁着他还能够帮他做的时候 看有什么不方便的 叫他赶快讲 他把他完成 然后等他以后他不在的时候 他要任何的什么一个设备 就一定要花钱请求 人家来做 说的好像是为了省钱 其实郑爸爸和郑妈妈的内心 有一千个放不下 三岁那一年 父母发现一家耳朵听不见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郑家生活躁变 四处求医 看诊 吃药 上语言训练课 成了一家童年的主旋律 但一家很争气 十六岁进了餐饮学校 跟着郑吉隆师傅学手艺 学艺的过程 若不堪言 带一张张的奖状 和国外比赛的金牌 见证收割的喜悦 也让父母感动又骄傲 感动之余 郑爸爸和郑妈妈 一直有个隐忧 他们知道一般的工作环境 没有一家的容身之处 郑爸爸因此结束 经营多年的铁工厂 转型烘焙房 希望让会座 蛋糕的一家 能把好手艺变成吊竿 以后生活不求人 但从没开过烘焙房的一家人 一开始创业步步难 其实刚开始困难的地方 是通路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我是一个家庭主婦 那这一家耳朵听不见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要去哪里卖东西 所以刚开始 我是提的菜篮 带着他的手工饼干 到各个公家机关去摆摊 所以我摆了大概 有一年的摊 然后四处去摆摊 然后告诉人家说 我们有好吃的东西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 就是再到今天的局面 这样子 纯工是来自一个 全力摆脱悲情的家庭 居家人贩卖的不是爱心 而是现做现卖的真材实料 小小的烘焙房闯出家机 销售忘记的订单 有时候是多到接不完 但是郑妈妈宁可请客户 下次再订 也不愿意转单 我们宁可拒单 我们都不愿意转单 因为转单就是由别人来 我们去跟别人批发蛋糕 来卖给客人 可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其实也是让这一家知道说 是可以这样 生意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让这个小孩子是正面的 言教不如深教 盼望孩子内心向善的天下父母心 一家感受到了 因此每一块蛋糕 一家都用尽心思做到最好 有时候订单很多 早上五点就得开工 在又湿又热的厨房 工作一整天 身心压力可不小 不过郑一家有排解之道 一旦工作可以休息 郑一家就往郊外跑 一面灯栓 一面摄影 是他最爱的事 前些日子 他更挑战攀爬高难度的 台东加弥湖 路途遥远辛苦 让他在看到美丽的湖水时 感动得流下男儿泪 一家说要登高才能望远 把目标定得高一点 才能不断进步 一面摄影 一面做蛋糕 在无声的世界实现梦想 一家最感谢爸妈 小小的烘焙房 业绩却相当不错 只是梦想和现实 还有得妥协的时候 有时候会吵架过吗 有 有这样子 有这样子 好像不 因为我心里不高 这样我们也不忘记 这样我们也不分 两个都不一样 那后来呢 听你讲也听到吗 我妈 哈哈哈哈 因为 好像要干要上日本的问题 就是这样 妈妈打着三盘 一家在蛋糕的世界 帮客人找幸福 郑妈妈形容 以前走路的时候 就是她牵着大儿子一家 爸爸牵着小儿子 她就像拿着大声工的队长 指挥着一家人 一起往前走 现在儿子们都慢慢长大了 等到小儿子在外头学完厨艺 他们就要开一间 有店面的蛋糕店 全家人一起奋斗 郑爸爸和郑妈妈说 等到他们到天堂报到的那一天 也希望能看到一家 独当一面 听不见的一家 路途也许充满颠簸 就让一家人紧紧靠在一起 听见美味又幸福的旋律 中央市记者肖伯扬江泥宴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